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 于是就在家里举办了一场宴会 邀请了很多客人 杜甫也来参加了呢 宴会上一些歌星在给大家表演助兴 杜甫听着美妙的音乐 想到花将军打败了敌人 老百姓又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真是太开心了 于是杜甫忍不住提笔写下了这首 赠花青 赠花青 唐 杜甫 景城司馆 日纷纷 半入江峰 半入云 词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题目里的花青 就是指花静定 青是古代对人的一种尊敬的称呼 景城司馆 日纷纷 半入江峰 半入云 这两句诗意思是说 这几天在成都 人们到处都能听到悠扬的音乐 美妙的歌声从花将军的家中飘出来 一半随着风飘荡在景江上 另一半则慢慢地飘散到蓝天白云间 词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在后两句诗里 杜甫说 这样美妙的音乐 应该只在天上才能听到吧 我们在人间能听到多少次呢 杜甫在这首诗里 可是运用了一种叫做通感的修辞手法哦 咦 什么是通感呢 我们回到这首赠花青里看看吧 井城丝馆日纷纷 丝馆指的是音乐 而纷纷是指多而乱的样子 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比如 叶子纷纷地落下来 但是在这里呢 杜甫却用纷纷来描写只能用耳朵听到的音乐 哎 这样音乐一下子就变得形象起来了 还有 半入江风 半入云 这句诗写的就更有趣了 音乐从花将军的家里飘出来 飘呀飘 一半飘到了江面上 而另一半则飘到了天上的白云中间 可好玩啦 杜甫用眼睛看到的画面来描写耳朵听到的声音 像这种手法呀 就叫通感了 你看 在这首诗里 音乐不仅是可以听得到的 还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呢 哈哈 这就是通感的神奇之处啦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小朋友们也可以多用 通感的修辞手法哦 比如 我们见到一个小女孩笑得很好看 也可以用味道的感觉来形容哦 瞧 那个小女孩笑得真甜 这样 句子就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了呢 这种通感的用法 大家学会了吗 杜甫的这首《赠花青》 正是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 生动活泼地写出了音乐悠扬动听的特点 给我们传达了一种美妙的感觉 真是一首精彩的诗歌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下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诗人梦娇的作品 登科后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不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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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�